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他能想到 庆帝失去了武力 陈平平一定会把最强的人手都留下保护庆帝 不难想象 他对萧恩一定是一场恶战 上官静泡了茶 故作轻松地说道 无论你如何着急 也帮不上他们 还是来喝茶吧 静王妃也说道 就是叶子 越想越担心还是放下吧 尝一下江南的清茶 也是夜市卖的最火的一款茶 叶青梅虽然坐下来品茶 仍然心不在焉 静王妃无奈地说道 你担心的事情太多 要顾及的人也太多 明明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 偏偏让自己活得那么累 让人又钦佩又心疼 叶青梅淡淡一笑说道 这就是我的命 使命召唤我必须如此 况且我从没感觉到辛苦和疲累 相反 我觉得做这些事反而是快乐的 至少我来这世上走一遭 没有碌碌无为 还留下了些值得人怀念的回忆 静王妃微笑着说道 这一点你做到了 我们每个人的回忆里都会有你最华丽的篇章 叶青梅淡淡地笑了 他做这些倒不是为了别人的钦佩和怀念 主要还是为了自己的问心无愧吧 等到房间里只剩下叶青梅和五竹时 五竹淡淡地说道 小姐心神不宁 叶青梅抿了抿嘴说道 嗯 我还是担心萧恩和陈萍萍呀 五竹答 你不该在意 叶青梅说道 虽然萧恩这些年确实过于凶残 但毕竟你我从神庙出来 与他和苦河一路相伴 还是有一份情意在的 五竹说道 他知道你的秘密 叶青梅理解五竹要表达的意思 他微笑地说道 哪有什么秘密可言 早在几年前就有人怀疑过我的身份 神庙使者多次出现攻击我们 即使别人不问 可他们心里应该早就已经把我与神庙的传说联系在了一起 一个普通人怎么能造就这么多传奇呢 五竹点头 叶青梅看着他说道 你也许没意识到 从我们出现到现在我已经长大 可你还是少年模样 认识你的人可能也都在揣测你的身份吧 也许他们会认为神庙里有长生不老药 你才会如此这般 五竹没有说话 叶青梅笑着说道 小竹竹 我们不去在意别人的想法 也不用去解释 我们只要做好自己该做的 能为这里的百姓带来更多光明 此生啊 就值得了 乌漏偏逢连夜雨 北征还没有得到好消息 江南的水患就找上门来了 接连几日的大雨 洪水泛滥冲破河堤 大范围土地被淹没 堤市的很多农庄都受灾 这一次水患也是好多年都没有出现的严重 晋王作为镇守江南郡的亲王 如此大难 各支府都纷纷来求援 一时间 王府内混乱不堪 晋王妃有孕在身 叶青梅让上官尽照顾她 自己去主持大局 各府受灾情况不等 叶青梅首先让各府派兵 转移受灾民众 务必保证百姓们的衣食住行不被影响 下面的小官也许不知 但各支府当然知道叶青梅对于江南的影响 一个支府担忧地说道 叶主子各府财政紧缺 北征国库也吃紧 修堤坝抗洪安置灾民 这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啊 现在国库的情况叶青梅再了解不过了 他沉静地说道 各府号召广大商户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帮助灾民共渡难关 江南各地的夜市商铺 首先做出表率 即日起 所有商铺向灾民提供食物 按人头按顿领取 绝不会让百姓忍饥挨饿 支付们感激地说道 我们替灾民谢谢叶家主子 叶青梅摆摆手说道 各位大人赶紧去忙 抢险救灾 安置灾民刻不容缓 灾情紧急 但相信我们上下一亲 很快就会渡过难关 并要安抚百姓 让他们相信官府 相信朝廷 莫要慌乱 靖王府作为这次抗洪的指挥大营 有什么情况及时来报 各支府回去安排工作 叶青梅对五竹说道 小猪猪 你是监察院提司 你带着腰牌去监察院江南服务点 让他们带着资料和人 来这里与我会合 五竹点头 瞬间消失在雨里 监察院的工作效率 永远是最快的 若海带着部下 拿着所需的东西 很快就赶到了靖王府 见到叶青梅 赶紧恭敬地说道 主子 院长北征之前 就让属下来江南 他已经预料到江南这次的水患 河道馆里那边呢 已经提前安排了人手 两天前就已经开始整销 叶青梅点了点头说道 幸好平平提前有准备 我们院里的数据应该是最全面的 尽可能地把有用的资料提供给抢险的人 现在增派人手去河道帮忙 另外安置灾民那里也要加派一些人手 一定保证不要出现二次伤害 也不可武力镇压 若海点头 是 属下已经着手安排 院里已经增派人手 现在正在来的途中 叶青梅淡定地说道 国库紧张 各府也不富裕 银钱不够时 直接去夜市的太平钱庄 叶青梅的这种做法 永远是最值得钦佩的 不管什么时候 只要百姓有难 他都是慷慨解囊 甚至不求回报 严若海分配好了任务 叶青梅已经换了一身 极其轻便的静庄回来 他说道 严大人 我们去喝到施工现场看看吧 严若海劝道 主子 现场施工混乱 况且雨水不断 还是挺危险的 你就坐针进王府 属下去现场 有什么情况 属下随时汇报 叶青梅皱了一下眉头 向外边走边说道 抗洪现场 总不会比北征战场 还凶险吧 你们去的 我就去的 赶紧出发吧 严若海 虽和叶青梅接触不多 但曾经在边境时 就见识过这位 经过不让须眉的主子 知道他雷厉风行 有勇有谋 陈院长对他十分忠心 也曾交代过 叶主子的一切行为 都要无条件支持 所以此刻的严若海 除了执行叶青梅的指令之外 没有其他意义 去河道施工现场的路上 严若海一直在给叶青梅 介绍着江南这些年水量的情况 并且把对灾民的安排汇报了一面 叶青梅问道 河道如何整改的 恰好此时已经到了河道施工现场 严若海撩开车帘 指着前方河道说 周子 你看 引流工程一直在进行 这两日雨水不断 所以影响了施工 你在江南新修水利之后 河流规划已经很整齐 我们只需要把低洼出的水 通过沟渠排到主河流干道里 就会缓解洪老灾害 叶青梅疑惑地问道 新修水利之后 河渠就该整改 为何没有提前施工啊 严若海如实地答道 地方官府已经把规划递到朝廷很久了 只不过国库吃紧 一直没有拨款 况且朝廷现在的重点是扩大疆土 所以一时就耽误了 叶青梅冷冷地说道 胡闹 扩大一周的领土 要损失两周的百姓 这明显是个赔本的买卖啊 严若海无奈地说道 江南已经许久没有水患 确实也没想到会突然来这么一场大雨 叶青梅走下马车 看到前方冒雨施工的工人们 细心地嘱咐到 一定要注意施工安全 严若海点头 叶青梅看到了高霸之上 站着一个指挥的人 虽然站在瓢泼大雨下 但他面容不改 指挥有序 仔细打量 他也不过三十多岁的样子 叶青梅问道 主持抢修河道的人是谁 我们检察院的人吗 严若海摇了摇头说道 灰柱子 这人是去年的近士 林若甫 学师才干呢 都是一流 陛下赏识 就让他到江南来历练 说来他关于不错 这次治理水患有功 他呀就可平步青云了 叶青梅看着远方那个人说道 如此艰难的条件下 他还能镇定自若的指挥师工 而且我刚看了他的师工规划图 布局精心 也用了最简单一行的方式 看来是下了苦功夫 此人确实是可用之才 叶青梅从施工现场 视察完具体情况 回复之后 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 关在了书房里 虽然现代的很多先进仪器 这里是研发不出来的 但是可以根据中国古代的 很多成功案例 来修整现如今江南的河道 唐宋包括清代 对于江南防汛工作 都做得相当出色 叶青梅就凭借脑海中的历史信息 把林若府设计的河道整改方案 又重新修饰了一遍 需要用的工具器材 他已经画好图纸 让叶士丙工坊去准备了 整个江南郡 军民商议体 在叶青梅的统一调动下 所有的工作 有条不紊的进行 最大限度内减少了损失和人员伤亡 老天爷好像也被他们的奇心所影响 雨停了 天晴了 叶青梅又开始安排灾区重建工作 势必要还灾区百姓新的家园 这一日 叶青梅再来到河道 河堤临时搭建了木亭 林若府就在里面办公 看到叶青梅 林若府赶紧起身 叶主子 连日来 您不辞辛苦的指挥工作 这里有下官在 就不用您再费心来这河堤了 叶青梅微笑着说道 无妨 有一些河道休整的小意见 我呀 想说给林大人 林若府恭敬地请他坐下 叶青梅也不矫情 直接拿出提前准备好的图纸 铺在桌子上 林若府上前仔细观看 作为天才 对画图这种事 都是信手拈来 叶青梅的图纸画得尽善尽美 怕他不明白的地方 还用小字标注了 林若府的眼中有震惊 也有欣赏 叶青梅不好意思地说道 我觉得图纸和设计 还是蛮成功的 就是字差一点 林大人将就看吧 叶青梅用不惯毛笔 所以字确实潦草 林若府连连点头 惊喜地说道 大财呀 维臣自认自己的核道设计 已经很成功了 没想到 金叶主子一番修正 这可是千秋万代的 立民工程啊 维臣自当汇报给朝廷 给叶主子请工 叶青梅摆了摆手说道 这图纸是你林大人所绘 方案也是你苦心钻研出来的 叶氏工坊 不过是为您提供一些 工具材料罢了 林若府惊讶地看着他 叶青梅说道 夜市已经足够出彩了 无需再多加功劳 而林大人刚展露头角 正是需要正功的时候 看得出 林大人年纪虽轻 但已胸怀大志 叶子愿意助您以臂之力 林若府感激地问道 您为何愿意帮我 叶青梅淡淡一笑 说道 我不是在帮你 我是在帮沁国千万百姓 帮天下子民 让一个躊躇满志的人 有施展才华的机会 提供给他一个 中军报国的平台而已 林若府虽然极少接触叶青梅 但是他的传说 自己心中早已清晰 这几日相处下来 对他更是佩服不已 此刻听到他的话 心中除了感激 更多的还是钦佩 叶青梅能够看出 林若府眼中的真诚 他微笑着说道 林大人也不用感激我 你该感谢的是你自己 这么多天的任劳任怨 这么多天的情政未明 还有这么多天的亲力亲为 大人知道 百姓名声才是根基 不忘初心 始终未明 封侯拜相 指日可待 林若府的眼中 看得出激动 他恭敬地 给叶青梅抱拳做一 真诚地说道 林某请记叶主子的良言 无论何时 初心不改 叶青梅 微笑地看着他 点了点头 他自己心中暗想 自己所求 不过如此 如果自己帮扶过的 每一个人 都能如自己一般 坚定初心 那这个世界 就会更加美好 接连几日的忙碌 确实让叶青梅 疲惫不堪 五珠是能够感受到的 所以从河堤回来 五珠直接强迫 叶青梅睡觉 不允许他再做 其他工作 看着五珠冷冷的脸 叶青梅笑着商量道 好了 灾难已经过去 我该忙的 也忙的差不多了 接下来 我会听你的话 好好休息 不生气好吗 这几天 叶青梅都忙碌到深夜 五珠的反抗无效 好不容易工作 接近尾声了 叶青梅当然得先 哄好自家的小竹竹 毕竟他才是 自己心中最重要的人 五珠听了叶青梅的话 也稍微缓和了很多 叶青梅笑着说道 小竹竹 你越来越像人类了 竟然还有小情绪 看来呀 你得多去大东山 那里对你的改进 很接地气嘛 五珠点头 五珠坐在床榻上 叶青梅就躺在他的腿上 双手抱着他的腰 脸上挂着甜蜜的笑 嘴里还嘟囔着 有一天 你能和人类一样 那多好呀 如果有一天 我去了另一个世界 你还能找到我吗 精彩剧情 我们下集再讲